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近日再次指出 北约东阔是俄乌冲突的根源 有网友表示赞同 问题的根源在于北约东阔 有网友at北约留言写道 好战分子战争奸商 还有美国批评人士指出 美国试图让俄乌冲突持续下去的目的 除了削弱俄罗斯 还能让军工复合体赚取高额利润 大发战争财 有网友表示 只要有军售 美国就绝不会厌倦战争 对乌克兰没有任何好处 一切都是为了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利益 然而 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大把撒钱的举动 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美国民众的不满 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制造冲突 只顾军火商利益 无视国内民生 有网友表示 我们厌倦了向任何人提供金钱和武器 美国国内需要钱 够了 难以置信 一个负担不起国民医疗的国家 居然在俄乌冲突中投入了这么多钱 我们将福言 原创世 禁止 而 负り 负线 负达 负负